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神就是屋内的主神 尊贵 但是不管事 赵就是赵神 厨房烧火要有毒赵 赵神就管人间日常饮食所事 他地位虽然不如奥神 但是他跟人的日常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王孙甲是魏国的大夫 他故意问孔子的 与其讨好奥神 不如讨好赵神 这句话对不对啊 这里面当然有些政治含义了 奥神就象征着君王及内庭的心腹 赵神就象征着朝廷管事的外臣 孔子一方面不愿意陷入魏国的政争 另外一方面也提出更高的境界 以天来做他 所以他说 祸罪于天 无所倒也 在奥神跟赵神之上还有天啊 如果你得罪了上天 你再怎么向奥神赵神祷告也没用啦 这是因为啊 孔子把天当作最高的主宰者 审判者 也就是超越界的代表 又有一次啊 孔子在和他的学生子宫聊天的时候 发出了如下的感叹 孔子说 天和言在 就是说啊 有时候无声声有声嘛 老天爷并没有对我们说话或发号施令啊 但是日月星辰仍旧是有窒息的运行啊 春夏秋冬也依照一定的时序轮转 地上的动植物也随着世纪而生长繁衍 老天爷何必说什么呢 那我又何必说什么呢